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变形金刚赛博坦之战系列 泰坦级 众筹版 宇宙大帝 从包装上的文字可以看出 这款宇宙大帝同样属于赛博坦之战三部曲 尽管有心理准备 这个60厘米见方的大盒子还是超出了我的心理预期 可能是因为尺寸太大 峰会被直接印在了运输箱上 拆开包装 顶部是一本全彩印刷的说明书 说明书的纸张不错 但印刷方面就比较简洁 内部使用了厚厚的泡沫和绑带固定 宇宙大帝的翅膀或者说星球轨道 分为AB两代配件分装 再下方的一代就是硕大的底座支架 将顶部的泡沫移开 才能看到内部巨大的星球本体 配件方面还有地台的支架 另外的一包尖刺 一堆在板件上的小零件 而最重磅的则是宇宙大帝的头部 将所有内容物堆在桌上 几乎就已经占满了桌面 要把玩这么大一颗机械星球 确实是体力活 所以建议先组装支架 操作会相对方便一些 将支架从底座的滑槽 前塞到底卡住 再用小零件卡住支架后方 防止支架位移 光是支架本身就已经达到了 55厘米的宽度 42厘米的高度 接下来的目标是让星球形态 露出支架连接孔 也就是说要将星球形态 底部的这一条翻折到内部 露出空隙 首先将星球底部朝上 从后方尖刺的边缘 松开盖板的插栓 转到前方 同样松开边缘的插栓 前后都松开之后 半球的边缘 都是上下交错的咬合扣 只需要勾住边缘 向上掀起 就能一次松开所有勾挂 另一侧半球也同样操作之后 星球的底部两侧就全都被掀开了 此时将遮盖的长条盖板上翻松开插接 再将后方尖刺边缘的盖板外推松开勾挂 将盖板沿中间缝隙 向两侧微微分开 再松开带有长条盖板一侧的上下咬合 此时就可以将长条盖板利用韧性 翻折到内侧 露出空隙后 再将中央盖板拆开的插栓逐个还回原位 中央部分还原之后 我们还要再做一些操作 再还原两边 为方便接下来的操作 最好现在就把支架对齐底部空隙 插接到底固定 上好支架之后 就能避免星球到处乱滚 影响操作 先将前端两侧的触角向外翻平 再沿根部旋转180度 由于我没有拆星球上半部分两侧 这一步操作多少会有点干涉 但其实也没多大关系 因为这么大的尺寸会相对结实 接下来找到两组尖刺和两个圆环 将星球的一圈尖刺补完 较短的两根尖刺 一端插接两侧圆柱前方的片状插栓 另一端则塞入触角根部的扩口插到底 带有圆环的尖刺 先套上两侧的圆柱 可以将下方零件推上来对其扩口 确认无误 后方部分先将片状插入末端空隙 再将有弧度的部分下按勾挂插接 再将圆环对其圆柱的扩口扣上固定 两侧尖刺全都装好之后 就可以将底部的两片半球还回原位 先勾挂底部的咬合扣 再插接前后插栓 会相对容易一些 到现在星球本体才算组装完整 那么进入星球形态的最后一趴 将巨大的行星环进行组装 首先处理第二长的这根 将尖端的尖刺外翻竖起 再拿出倒数第二短的这根 将它尖刺朝上卡入扩口 连接刚才的那根 再将下端向上折叠直到插接插栓 两者组合得到这样一个造型 再取出长度第三的这根 将有微字尖端的一头内折90度 再将顶端和刚才组好的部件 插接在一起 组合得到这样一个造型 再取出最长和最短的两根 将最短这根插接最长这根的末端 得到这样一个造型 最后将刚才拼好的两部分 插接在一起 就完成了巨大行星环的一半 另外一半也是完全相同的方法拼接 将卫星环中段的长条插栓 对其两侧圆柱的插口插接到底 再将卫星环整体旋转90度竖起 将微字尖端部分微微塞入星球顶部的空隙 另一半圆环也是同样的安装方法 只是这次要把微字尖端转到下方 塞入底部空隙 再将两边圆环底部的连接扣扣在一起 将顶部也扣好之后 完整的星球形态终于组装完成 不愧是传说中的宇宙大地 光是星球本身的直径就已经超过了40厘米 而外侧星环的两端更是直接超过了1米 高度方面更是超过了85厘米 几乎就要顶到我的顶灯 星球形态表面密密麻麻布满了很多刻痕和涂装 一些小的细节变化令质感并不十分单调 星球外侧的尖刺材质偏软 不太担心扎伤 本体和星环部分的材质则相当结实 稍稍暴力操作并不会出事 前端的两根巨大触角可以合拢和外翻 最有趣的是转动前方的圆盘 星球的嘴巴会张开或合拢 作为行星吞噬者 宇宙大地以星球为实 胃口可是相当不小 配件辅送的方舟号飞船 甚至不足5厘米大小 当然如果以宇宙大地为比例标尺 这款方舟号依旧做得太大 辅送的补天室和金破天小人 更是不足1厘米 但通过轮廓还是明显能看出两位的特征 当然这两位和方舟号也同样不成比例 只是因为玩具无法再做到更小 宇宙大地的变形流程 给宇宙大地变形 难度并不在于复杂的结构 而是体积和重量令人吃力 首先将轨道环上下两端重新错位拆开 塞入星球上下两端的V字尖端也拉到外侧 再将两侧星环的插栓全部拔出 放在一边待命 先松开上半球两侧后方边角的插栓 抠动中央缝隙 将上半球所有的咬合插栓全部解锁 两侧的处理方法相同 再将盖板横向的咬合扣逐个全部解锁开 将后方尖端连双关节前撮 盖在外侧插接插栓 前方尖端则将盖板搓入内侧 盖平插接 最尖端部分也翻折入内盖平 再将前后两部分 沿双关节错位盖在一起插接 两侧上半球盖板折叠方法相同 下方半球的解锁方法也和上方半球基本相同 同样是左右对称松开下半球两侧 也同样要逐段解锁横向的咬合扣 多块盖板的折叠方法也基本类似 稍有区别的部分是前方小尖端 只能翻折竖起 无法翻入盖平 两侧对称处理后 左右上下半球的盖板就已经全部折叠完成 接下来转到后方 解锁尖刺上方盖板的勾挂 再将顶端靠后的咬合扣松开 将整块盖板沿轴旋转180度 再将盖板沿双关节前撮盖在顶部 然后再解锁后方尖刺下边缘盖板的勾挂 再松开盖板中央的插栓 松开底部盖板靠前端的咬合扣 再将底部盖板沿双关节搓到前方 带有长条盖板的这边 要记得先将长条盖板翻到外侧 再松开两侧盖板中段的咬合扣 将下方的两片在前方重新拼合 上方的两片沿双关节上搓盖平插接 再将长条盖板盖平插接 下方的部分同样沿双关节上翻盖平插接 现在上下左右的盖板已经全都折叠完成 现在将两侧圆柱前端的尖刺插栓解锁 将前方触角带动尖刺上旋90度 后方尖刺的后端也外拉松开 插接在一起的两条手臂从中间向两侧分开 松开后将手肘部分打直 将上方半球上缩避开 再将手臂根部向前翻折 捏住内侧盖板将手臂根部下折90度 由于齿轮转轴非常紧 这步操作需要花点力气 将中央伸向前端这一截上翻竖起 再将手臂根部盖板再次折叠插接身体两侧 需要注意的是两段盖板都要扣住插紧 现在将后方并在一起的双腿也向两侧分开 再将小腿部分下翻一定角度 将内侧脚趾翻折平 脚尖和脚跟也向外翻折平 现在去将前方上端的盖板插栓解锁 再将前方盖板整体前拉松开内部插接 现在的情况 宇宙大地的双腿才能真正下翻竖直 大腿根部齿轮同样超紧 调整起来很费力气 双腿竖直之后将后裙甲下翻盖平 此时将前方盖板抬起 沿顶部的轴整体旋转到后方 将底部盖板边缘的小块向内翻平 再将末端盖板沿双关节上搓盖平插接 再将拼好的这部分继续上翻入内 将顶部的长条盖板前推 并沿滑轨下挫直到卡住两侧插栓 将触角后翻90度会更方便操作 现在将背包两侧盖板内翻 直到对齐插接背后固定 再将触角上旋90度贴在背包两侧 腿部要先将小腿后方的这一整条 后翻超过90度 再将小腿外侧的半球 沿根部后翻90度 将半球的折叠轴下挫贴近小腿 再将半球内侧对齐插接小腿后方插栓 外侧重新将长条盖板上台 卡住外侧盖板边缘 先将外侧长条竖起 避让空间 将外侧盖板连接轴 从上方Z字折叠 再盖平插接小腿 插好之后将最外侧盖板掀开 后方长条部分重新前翻打平 将长条前端插接内侧插栓 再将外侧盖板对齐外侧插栓插接 手臂部分只需要将小臂上挫到顶 露出拳头即可 由于宇宙大地的特殊性 它的头部势必是单独零件 将头部对齐位置卡上去 宇宙大地的主体部分就已经变形完成 然而到这里并没结束 还有两个超大的翅膀需要变形 先将整条中唯一的斜方向转轴 下旋180度 再将外侧的一整条内折90度 顶端的插栓部分内折90度 外侧顶端的尖刺上翻竖起 松开下方唯一的柱状插栓 将折叠部分重新打直 再将内侧沿上方转轴上旋180度 中间底部的尖刺下翻竖起 上方带有微字尖端的这一条上翻竖起 再将后方的插栓对齐插接 将另一侧用同样的方法变形对称 再将插栓重新插接宇宙大地的尖头 再将角度旋转到下旋竖起 再简单调整一下姿势 宇宙大地变形完成 首次变形完成之后 要先拿出这版小零件 每块小零件的作用 都是为了填补螺丝孔 令宇宙大地更美观 填补螺丝孔的过程会比较枯燥 就没必要全都录制了 话说这本来是装配工人的工作 居然也交给玩家 多少有些偷懒 补完之后 除了手臂上的螺丝孔得到填补之外 触角上的螺丝孔也有被填补 下次变形星球形态时 应该会更美观 完全体造型的宇宙大地 还原度其实相当高 有趣的是 变成人形之后 反而不如星球形态更占空间 不但宽度方面缩小到了90厘米左右 高度方面也缩减到了70厘米 至于人形态最大的遗憾 肯定是背后和小腿上厚厚的星球外壳 但以宇宙大地的变形形态 想也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这就像女汽车人无法收纳车壳一样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也只能习惯 头雕方面将宇宙大地的霸气刻画得淋漓尽致 身上远看好像很单调 但近看细节程度简直爆表 到处都是复杂的刻线和分色点缀 可以说真正做到了远看卡通近看精细 就连翅膀上的众多镂空也并不觉得碍眼 反而增加了细节感 可动方面 头顶的脚能全方位转动 头部的左右转动有45度左右 低头做不到 抬头方面倒是蛮不错 另外嘴部可以下翻张开 而且下方牙齿还有回弹结构 手臂平举是齿轮关节 可以达到90度 手臂后摆肯定会受到背包干涉 但在前方活动和上举则全无问题 话说手臂根部的齿轮转轴真是紧得要命 翅膀根部不用多说 全方位转动肯定没问题 上臂根部能够转动一周 只是要小心尖刺干涉 肘部是较软的齿轮关节 曲肘有90度 手腕转动没有问题 比较厉害的是 每根手指都有三段关节 但只有拇指根部可以弯折和旋转 腰部平转也是齿轮关节 可怕的是居然能转一周 前后左右六片裙甲都可以上翻抬平 腿部的前踢后摆都能接近90度 能够撑住如此沉重的腿部 可见齿轮关节要有多紧 腿部侧披甚至能超过90度 只是这个齿轮的承重力 就没有前后齿轮那么结实 大腿根部转动也完全可以一周 尽管小腿十分臃肿 西部的齿轮关节还是能接近90度 脚掌后翻的幅度不大 但前翻的幅度可不小 脚掌接地也有45度左右 只是脚腕不能转动 脚尖和脚跟也是齿轮关节 可以向下弯折 总的来说 宇宙大地的可动弹不到优秀 但也没有明显短板 而既然变成了人形态 脱离支架肯定也能站立 但是我个人非常不建议脱离支架摆放 因为这个接近8公斤的大家伙 一旦倒下 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效果 而且即便脱离了支架 这款宇宙大地也同样接近70公分 同为泰坦级的萨克巨人 在他面前完全像个小兄弟 依照86大电影的剧情 宇宙大地完全可以说 是二代变形金刚的缔造者 但就是这样一个星球级的怪物 也同样被领导模块的能量炸碎了身体 只剩下一颗头颅在宇宙间游荡 而为了表现这个惨状 还辅送了破碎的面部和下巴 抠动边缘 向前拆掉初始的面部和下巴 有趣的是 内部还有机械结构刻画 而且头部后方 还有一个可以左右拨动的拨片 拨动的同时 两个眼睛就会看向不同的方向 将破碎版本的面甲和下巴换上 才是86大电影之后的宇宙大地形象 不使用时的面甲和下巴 可以卡在支架底部的卡槽上收纳 而配件方面 还有一个很小的透明支架 将主支架插接中央的插孔 副支架可以选择边缘三个插孔的任意一处 宇宙大地的头部 可以插接主支架顶端 方舟号可以插接副支架顶端 而两个迷你小人可以卡在支架的凹槽上固定 这样变成星球形态时 所有配件就都有了地方收纳 最后 这款宇宙大地之所以选择了众筹的方式限量发售 正是由于它巨大的体积以及高昂的售价 肯定不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范围 实际把玩之后也会发现 这款宇宙大地的重量和体积 令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其他 应该说即便是十分铁杆的变形金刚迷 除非是为了收藏 不然也并不一定会购入 那么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加个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